张博之更新微博动态 感觉自从张博之离婚了之后一直都是很辛苦的 让人感觉很心疼 自从他和谢霆锋离婚之后 两个儿子都由他来抚养了 那个时候的大儿子才五岁 小儿子才两岁 可以说 那个时候 带孩子是非常辛苦的据说 当时在离婚的时候 张博之曾恳求过他不要离婚 但是可能是真的感情也尽到头了 谢霆锋执意要离婚 而面对前夫这样的决绝自己 可能也是知道晚回是不可能了 于是 他也表示了离婚可以同意 但是两个孩子必须要留给他 而且也不会让他一分钱 所以说在离婚了之后 他并没有任何的抚养费 算是竟身出户还带着两个孩子 因此在之后 他也就很少再出现在公众的眼前了 看到这网友们也绊不住了 纷纷发表汉法 禁止曝光 那么问题来了 孩子的爸爸是谁 at电影调 结婚都没官宣 先官宣三抬 at相遇旅告别 应该是没有结婚 at出的情人王司徒 真的是一肚子儿子 后来在录制访谈内的节目的时候 张博之也说到了自己结婚生孩子的事情 他当时在节目中就表示 现阶段最大的愿望 就是做一个妈 他还爆料出 这个想法 在他13岁的时候就有了 他还表示了自己对婚姻的看法 说婚后没有没有出轨也没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只要有小朋友陪他就好了 在2010的时候 张博之登和自己的恩人 周星驰一起参加了陈鲁玉的节目 当时 李玉问周星驰把多少时间给了自己的电影试迹 多少时间给了自己的生活 周星驰听了这个问题后 很认真的回答到自己把所有的时间都掀给了自己的电影 并没有给自己私人很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 当听到周星驰的这个回答后 陈鲁玉又转身问起了张博之同样的问题 张博之则表示 自己有80%的时间都给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只有一小部分的时间 给了工作因为在他看来 孩子的才是他的一切 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出来 张博之还是非常喜欢小朋友的 目前张博之在香港休养 工作计划暂时不明确 38岁的张博之生了第三个孩子 经理没有否定 田公公也发文 祝福他在那之后 他在披露孩子的父亲 是65岁的新加坡野食集团的股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